二十多岁没钱又一事无成 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生过好呢 他已经是奔三的年纪 身上却连一千块的存款都没有 在每个月发工资的前两天 他就已经没有钱吃饭了 中午吃饭时间他去超市买饭团 发现自己连一块饭团都买不起 他只能独自坐在海边 一边发呆一边忍受着饥饿感 在不用上班的周末 他常常一个人窝在租住的公寓里 因为没有钱吃饭 他一整天都躺在地板上 祈求着发工资的日子早点来 他性格孤僻不爱社交 与公寓的邻居们几乎没有交流 但此时他还不知道 这栋公寓里的人 将会在之后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就在不久前 刚出狱的小山入职了一家水产加工厂 他找了份分检员的工作 这份工作简单却枯燥 上班的第一天厂长就过来鼓励他 很多年轻人嫌弃这份工作无聊 基本做一两周就辞职了 但是如果你坚持干下去 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找工资的 下班后小山来到工厂附近的河边 打算在这里找个公寓族主 他发现了一个叫虚公寓的地方 房东是一个很干练的年轻女人 房东阿南小姐把他带进屋内 接着就开始介绍房子的空间和电器 看到这里很干净环境也很好 小山当场就决定在这里住下来 此时是初夏 小山入住后立马泡了个澡 泡完澡后他倒上一杯牛奶 尽情地享受着下班后的惬意 不过他刚喝完牛奶 屋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他有些紧张地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满身汉字的大叔 大叔介绍自己叫岛田 他就住在小山的隔壁 岛田家里的热水气坏了 他舍不得花钱去澡堂 所以想借用一下小山的浴室洗澡 这样的要求很唐突 小山的不情愿全都写在了脸上 这一次邻居的意外来访 让小山感到异常的紧张 他性格很孤僻不擅长交际 也很抗拒别人进入自己的生活 他总是独来独往 没有朋友也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在没钱吃饭时 他只能饿着肚子强撑下去 这天他浑身无力地下班回家 信箱里有一份福利机构寄来的信 他的父亲在不久前去世了 福利机构让他去领取父亲的衣骨 他当然没有心情去领衣骨 此时他已经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 家里的冰箱空空如也 连连的无力感涌上心头 他的情绪在这一刻终于崩溃 第二天是周末 饿了一天一夜的他只能躺在家里 为了缓解饥饿感 他开始躺在地上默念起了惩罚口诀 他从早上一直躺到了下午 隔壁的岛田又一次来到他家门口 岛田推开门对他打招呼 他没有力气说话也懒得回应对方 似乎是看出了小山现在很饿 岛田从自家菜园摘了些蔬菜送给他 岛田离开后 小山用最后一丝力气支起了身子 他拿起地上的西红柿和黄瓜 紧接着就开始大口吃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的吃相一定很难看 但不管怎么说 田宝肚子绝对比什么都重要 岛田的蔬菜让小山撑过了周末 他在周一终于领到了上一周的工资 当天下午下班后 他立马买了一包大米和一袋食材 他很认真的讨米 很仔细地往锅里加水 在米饭还没熟的间隙 他去浴室泡了个惬意的热水澡 泡完澡后他照常倒上一杯牛奶 站在门前把牛奶一口喝完 终于米饭煮熟 他盛了一碗米饭 然后就着咸菜开始吃了起来 这是他近几天吃得最像样的一顿饭 他的心里充盈着难以名状的幸福感 就在他尽情地享受这份小确幸时 邻居岛田又一次来到了他家门口 岛田送给他一篮子蔬菜 并且再次表示想借用浴室洗一下澡 虽然之前岛田送了蔬菜给他 但小山还是不习惯别人用他的东西 然而没等他开口拒绝 岛田就脱掉鞋子直接冲进了浴室 时间来到周末 小山独自取了公寓附近的河边 河边住了很多流浪汉 这些人和他一样 都是没办法正常生活的城市边缘人 他在河边发现一个隐蔽的垃圾厂 之后又在里面捡到一个还能用的电风扇 此时天气慢慢热了起来 捡来的风扇让他的小房间多了一丝两意 就在他习惯性地宅在家躺试时 隔壁的岛田再次来找他 看到小山闲得无聊没事做 岛田强行拉着他去菜园帮忙打理蔬菜 岛田在公寓旁边种了很多蔬菜 这些蔬菜是他过冬的存款 岛田对小山说 他要在夏天把蔬菜卖出去 然后把钱留在冬天用 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寄建主义者 这种主义是放下对财产和地位的追求 去过最简单朴素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和穷没有关系 他应该算是一种思想 听完后小山不以为然 他尽可能地暗示岛田这么生活其实就是因为穷 就算是一种思想 可光有思想也不能不休自己家的热水器 岛田一时间有些尴尬 只能转移话题重新聊起了蔬菜 打理完蔬菜后 岛田又蹭了一次小山的浴室 并且带来了他刚摘的蔬果 这次小山没有再拒绝岛田 还拿出了厂里的乌贼罐头招待对方 忙碌过后的休憩最为惬意 岛田的话也慢慢变多了起来 即使生活很辛苦 也要用心去感受每一个幸福的瞬间 每个人都会有困顿的时候 坚持一下挺过去就好了 如果真的被逼得走投无路 就大大方方地喊一句我身上没钱 当你喊出这句话时 总会有善良的人愿意帮你的 听完岛田的话后小山沉默了一会儿 接着对岛田说了自己父亲的事 前不久福利机构让他去领父亲的遗骨 但是他一直没有去领 小山的父母在他四岁时离婚 之后他就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他对父亲基本没什么印象 也觉得没义务给父亲操持后事 但岛田不同意他的说法 无论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你都不能否定他的存在 小山听见了岛田的劝说 第二天他去了趟社会福利机构 他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父亲是独自死在家中 去世了一个月才被人发现 父亲的遗物很少 只有一部手机和一张没有存款的存折 办完手续后他领取了父亲的遗骨 这件一直拖着没办的事终于宣告结束 这天是住进须于公寓满一个月的日子 小山很准时地取交了房租 房东阿南小姐很高兴 因为小山是公寓里唯一能按时交足的人 所以在小山离开时 阿南送给了他一颗糖果作为奖励 吃着房东送的糖果 小山在这一瞬间察觉到 自己的生活似乎也没那么糟糕 日子如常继续着 隔壁的岛田依旧会来小山家蹭浴室和蹭饭 在岛田的不断靠近下 小山也慢慢把对方当成了朋友 从岛田的口中 他知道了公寓周围的很多人和事 这里的租客除了小山和岛田 还有一堆卖墓碑的父子 即使是炎热的盛夏 姓氏是横沟的父子 也会穿着西装到处推销墓碑 不过附近的居民都觉得他们讨人厌 父子俩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 至于孩子的母亲去了哪里 横沟先生从未对旁人提起过 阿南小姐带着女儿生活 至今每天都会平掉过时的丈夫 所以阿南小姐虽然温柔又干练 却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序域公寓不远的地方有个寺庙 寺庙里有个靠主持丧事为生的和尚 但是近几年大家都不爱伴葬礼了 那个和尚只能和岛田一样种些蔬菜维持生活 似乎住在河畔的这群人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可言说的往事 这天晚上小山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开始翻看起了父亲的手机 他发现父亲在生前 每隔几天都会拨打同一个号码 他去电话厅拨打那个号码 电话接通后里面传出了接线员的女生 这个号码名叫生命热线 通常都是想要自杀的人才会打的电话 这一瞬间他忽然产生了负罪感 他察觉到父亲或许是自杀的 所以他愣了一会儿 接着就慌慌张张挂断了电话 日子慢慢过去 时间来到小山入职的第三个月 有时他会在下半路上遇到房东阿南 阿南会停下来请他吃钢买的冰棍 他们一起坐在路边聊天 阿南对小山说起了自己内心一个阴暗的想法 每当我遇到孕妇 心里总会产生伤害孕妇的想法 明明自己以前也是一个孕妇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可怕的念头呢 听完后小山没有回应 他猜到了阿南以前似乎受过某种心理创伤 小山原本想说自己的心事 此时吃完冰棍的阿南却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了 有时小山下班回家 会在公寓碰见住在对面的横沟父子 横沟父子对他说着推销语 劝说着小山给自己买一块墓碑 或许是因为父亲的遗骨放在家的缘故 小山在这天晚上又一次失眠了 他想把父亲的遗骨倒进马桶 但想到马桶会堵 他又把遗骨抱到了河边 就在他准备把遗骨扔进河里时 他感觉周围有人一转头发现寺庙的和尚就在他身后 在和尚的死亡凝视下 小山往河里扔遗骨的计划也就此搁浅 第二天小山想扔遗骨的事情传到了岛田耳中 岛田说乱扔遗骨是违法行为 会被判三年的有期徒刑 但是如果你把骨头磨成粉末 再把粉末给养了就不算违法 岛田饶有兴趣地传授着遗骨处理秘籍 这时他们闻到公寓里飘出了肉香味 岛田顺着香味找过去 发现横沟父子正在家里偷偷吃瘦洗烧 小山往河里扔遗骨的 一生食べれないよ 岛田君岛田君 それは人として 僕金持ってません いただきます 岛田很疑惑 横沟已经半年没交房租了 为什么突然吃这么奢侈的东西 原来在昨天 横沟父子卖出了一块高级墓碑 一个阔太太花200万日元买了块墓碑 父子俩从这单里赚了不少提倡 不过这块墓碑是给宠物狗买的 听完之后小山和岛田 突然感觉碗里的肉又不像了 就在四个人专心吃肉时 房东阿南和女儿循着香味找了过来 这个午后须于公寓的所有人聚在一起吃了顿饭 一起在饭后聊着日常琐事 虽然他们各有各的伤痛和故事 小山却在此刻感受到了团圆的味道 日子照常继续着 小山还是常去河边闲逛 岛田也还是常常来他家蹭饭 随着接触的增多 小山对岛田的了解也慢慢多了起来 岛田幼年丧腐 到了中年之后有了个儿子 但他儿子还没长大就死了 小山很好奇岛田现在为什么会这么穷 岛田却不愿意再说下去 有时小山会帮岛田打理菜园 忙完后岛田就带着他去周围闲逛 他们一起去寺庙拜访那里的和尚 三个人常常坐在阎廊下发呆 剩下的山林里缠名不止 饮下的清茶在胃里散发着阵阵凉意 虽然他们都是城市的边缘人 但在某种程度上 此时此刻他们是自由的 当天晚上 三个人结伴去镇上喝了顿酒 岛田喝了很多 喝完之后却蹲在路边的柱子旁吐了起来 吐完之后 岛田又哭着对柱子不停地说对不起 但岛田是在对柱子道歉 还是对某个人道歉呢 身后的两人一时间也无从得知 几天之后 岛田突然不来小山家蹭饭了 即使小山在开饭前故意跑到门口喊 岛田蹭饭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 他主动去岛田的菜地帮忙 岛田有些犹豫地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听别人说你坐过牢 你以前是犯了什么罪呢 沉默很久之后 小山回答 我骗了别人的钱 这是小山不愿提及的过往 也是岛田这几天突然疏远他的原因 自己那不堪的过往已经被人知晓 小山忽然丧失了靠近岛田的勇气 岛田的疏远让他很难过 他产生了辞职逃离这里的想法 也有了突发炫孕的症状 厂长跑过来关心他 在思绪欲结之际 他问了厂长一个问题 没出息这种事情 是不是会遗传呢 我的母亲人品很差 我的父亲一事无成 最后孤独地死去 他们这种一塌糊涂的人生 我也会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吗 没来 这样的事情 你自己遗远写起来 现在不过往 仕事 你现在辞职过来 转发了改变 下班后 小山拨通了父亲 手机上的生命热闲 他想弄清楚 父亲是不是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接线员告诉他 确实有很多人来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问其他的问题 比如人死后的灵魂会去哪里 小山也很好奇这个问题的答案 接线员给他讲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 我小时候偶尔会看到鲸鱼漂浮在空中 感觉它们好像是在向着天上游去 当时我以为它们只是鲸鱼 但长大之后我确信 那些鲸鱼一定就是灵魂 当天晚上突发了地震 剧烈摇晃中装遗骨的罐子摔在了地上 他一时间手足无措 只能把父亲的遗骨收进咸菜罐子里 隔天小山再次去了趟福利机构 工作人员带他去了父亲生前住的地方 那些孤独而死的人 往往是面朝着门倒下的 因为这类人还不想死 所以在死前会本能地想要出门求救 不过那些自杀的人 往往会面朝着屋内死去 但是你的父亲很奇怪 他不符合上面的两种情况 我们发现他时 他是洗完了澡坐在窗边 桌子上还有没喝完的牛奶 想到父亲不是自杀的 小山此刻对父亲的死终于释怀 回到虚域公寓后 小山在院子里遇到了阿南小姐 阿南用水管喷出一道小彩虹 似乎是送给归来的小山的一个小礼物 这天阿南女儿养的鲸鱼死了 小山和横沟父子陪着女孩把鲸鱼埋在了河边 埋葬完鲸鱼后 他们忽然发现半空中飘起了一只乌贼风筝 就在小山思考这只乌贼是不是灵魂时 很久未见的岛田突然从远处冲了过来 我已经尽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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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之后 小山发现岛田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岛田拿着碗筷来他家蹭饭 并且解释了这段时间 树渊小山的原因 我这个人脑子很笨 这些年被人骗走了很多钱 所以我听到你的传闻后 才会有些躲着你 但是在我这一塌糊涂的人生里 你是我为数不多的好朋友 想到在我死后 能有一个人因为我而伤心 我觉得这辈子就算值了 请不吝点赞 对吗 走 走 走 这天晚上刮起了台风 公寓的大人全都跑出来疏通积水 可唯独岛田是例外 他像个孩子一样躲在墙角瑟瑟发动 小山告诉岛田 如果你害怕的话就被惩罚口诀吧 小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家 每当害怕的时候就会被惩罚口诀 当时我总是独自念着惩罚口诀 念着念着就不会觉得害怕 一整晚的暴风雨结束 屋外又重新有了阳光和鸟叫声 他们醒来后打开门 发现岛田的菜园已经被摧毁的满地狼藉 当天上午 小山带着父亲的遗骨去了河边 他依然还记得岛田传说的秘籍 只要磨成粉末再处理就不算违法 这时阿南小姐走了过来 静静地蹲在旁边陪着他 小山一边敲着遗骨 一边对阿南说起了自己的往事 我其实是一个犯过错的人 前几年我都是在牢房度过的 我在四岁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父亲 我跟着母亲一起生活到了高中 某天我放学回家 我妈在门口给了我两万日元 对我说我们的母子情分就到此为止了 那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 我还记得当时她涂了黏糊糊的口红 长大后我听说有一份好工作 我没多想就去干了 之后就迷迷糊糊地进了监狱 进监狱后我松了一口气 觉得我这种废人住进牢房也挺好的 但是出狱后我来到了虚狱公寓 在这里遇到了很多美好的人 有一个独自带女儿的房东 每次遇到我都会送一些小礼物给我 还有一对推销墓碑的父子 我厚着脸皮去蹭吃的 他们也不会把我赶出去 尤其是隔壁的一个怪大叔 总是死皮赖脸地来我家 蹭遇事蹭烦 我一开始很烦她 但慢慢相处下来 我发现自己的笑容变多了 以前我一直觉得 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拥有笑容 像我这种一事无成又犯过错的人 根本没有活下去的意义 但是岛田的出现改变了我的看法 她似乎总能在困顿的生活里 找到一丝微小的幸福 她总能发现生活中的这些小幸福 大概她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吧 天下者是 自分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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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忍耐 不忍耐 幸福 能感受到 不忍耐 能感受到 太致就いいよ 在第二天的傍晚 小山向横沟借了一套扮葬礼穿的西服 在夜幕来临前 他和叙域公寓的所有人一起给父亲办了场葬礼 他把父亲的骨灰撒在河边 让父亲所有的一切都归入尘土 随着这场葬礼的缓慢进行 这个有关河畔须公寓的故事也至此结束 这是有关一个落魄年轻人的故事 也是成年人不可错过的一部治愈戏电影 人生真的值得一过吗 有些人活着已经这么痛苦 那么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呢 与其花一生时间去寻找答案 但某一瞬间你会发现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重要 人生是一趟体验未知和快乐的旅程 它并非是一场经历磨难与迎接伤痛的苦虑 这部电影试着告诉我们 人生的意义藏在每一个虚余和瞬间里 它的意义是下班后的一次热水澡 是夏日午后一顿白米饭配升黄瓜 它可以是辛苦很久后吃巨资吃的一顿受洗烧 也可以是无所事事时在炎廊下的虚度光阴 它可以是你交租后房东送的一颗糖果 也可以是你低落实领导真诚的安慰与指点 倘若你有着沉重的过往 不如试着释怀与放下 去感受身边的每一个虚余和瞬间 你不必因为过往的不堪而感到痛苦 也不必因为自我和他人的期许而陷入内耗 你只需要继续往前走 你总能寻找到生活中的新期待 也终归能找到有关活下去的答案